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今年的经历是大多数公司的梦想。 由于对人工智慧、AI技术先见之名的投资,该公司的收入和股价飙升, 这些投资在生成市、AI浪潮的支援下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这还不是全部。 他多次与苹果互换位置,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突破三兆美元大关。 执行长黄仁勋已成为西谷最受欢迎的高管之一,会见的对象从科技名人到世界领导人不等。 另外还有更多的事情即将发生。 该公司正在扩大生产用于AI应用的高效能Blackwell晶片, 预计仅第4G就将出货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硬体, 预计全年出货量将远超预期。 Futrum Group执行长Newman Daniel Newman表示, 回答确实拥有AI运算时代的硬体和软体。 这一切都在伺服器机架内部和外部进行连接, 然后该软体深受开发者设取欢迎。 但这并不代表没有竞争。 AMD等公司正努力挖走辉达的客户, 并瓜分其估计80%至90%的市占率。 甚至回答自己的客户也在开发晶片, 以减少对这家绘图晶片巨子的深度依赖。 当然,华尔街也不会袖手旁观。 博通Broadcom与Google等公司合作设计AI晶片, 今年来已上涨113%。 在执行长陈福阳表示, AI可能在2027年带来600亿至900亿美元的商机后, 股价就立即飙升44%。 不过对任何公司来说, 挑战辉达都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至少在2025年, 推翻它AI之王的宝座几乎是不可能的。 辉达凭借对AI软体的超前部署, 将其绘图晶片转化为高效能处理器, 从而在AI市场获得先发优势。 由于其硬体以及允许开发人员 为其晶片构建应用的CUDA软体的不断进步, 它成功地保持了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正因如此, 所有的超大规模企业、 大型云端、运算供应商, 包括微软、Alphabet旗下的Google、 亚马逊、Meta等公司, 持续投入大量资金, 尽可能采购最多的辉达晶片。 辉达最近一季总收入为351亿美元。 其中占87%的308亿美元来自其资料中心业务。 预计辉达将继续在2025年为大部分AI产业提供动力。 该公司的Blackwell晶片是, AI应用所需的热门Hopper系列处理器的后期产品现已投入生产。 其客户如亚马逊已在其资料中心添加新的冷却功能, 以处理处理器产生的巨大热量。 虽然辉达将保留AI王冠的控制权, 但不乏寻求夺取王位的挑战者。 辉达本身越来越多客户也正开发和推广自由、 AI晶片。 Google拥有博通的张量处理单元晶片TPU, 亚马逊拥有Trainium两处理器, 微软则拥有Maya100加速器。 AMD和英特尔是晶片制造商中的顶级竞争者, 并且都在市场上有产品。 AMD的MI300X系列晶片对应辉达的H100Hopper晶片, 而英特尔则拥有高低三处理器。 不过,随着英特尔在转窥为盈和寻找新执行长的过程中继续苦苦挣扎, AMD更有能力从灰达手中夺取市场。 但即便是AMD也很难打破灰达的领先地位。 半导体研究机构Semi-Analysis在进行了五个月的调查后发现, AMD最新的AI晶片MI300X因为存在重大软体缺陷, 导致效能不如预期,难以撼动挥达的市场主导地位。 Semi-Analysis在研究报告中指出, 虽然MI300X规格看来令人印象深刻, 拥有192GHBM3G一体, 可以提供1307Teraflops的FP16精度算力。 而挥达H100的算力只有989Teraflops, 只配备了80GHBM记忆体, H200也只配备了141GHBM记忆体。 相比之下, AMD MI300X硬体配置更高, 定价也更便宜, 这也意味着MI300X更具价效比。 但是, Semi-Analysis认为, AMD这些优势却几乎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因为, AMD MI300X配套的软体存在缺陷, 若大量错误不能排除, 会让训练AI模型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相比之下, 挥达却持续推出全新功能、 工具库并升级效能, 持续保持领先。 Semi-Analysis指出, 其研究团队执行了大量测试, 当中包括GAM, 单节点训练Single-Node Training等, 发现AMD MI300X存在软体缺陷, 其研究团队必须跟AMD工程师一同修正无数软体缺陷, 才能达到堪用的标杆测试结果。 Semi-Analysis称, AMD产品开箱后非常难以操作, 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及努力, 才能达到可用的状态。 相比之下, 挥达的AI解决方案开箱, 就能顺畅运作。 Semi-Analysis还透露, AMD最大云端客户TensorWave, 必须免费提供基于这些GPU实力的使用时间, 以便于给AMD团队来解决软体问题。 这实在疯狂, 毕竟, TensorWave已经支付了这些GPU的费用。 Semi-Analysis首席分析师Dylan Patel, 还通过社交平台X指出, 他跟AMD执行长苏兹峰, Lisa Su, 开了1.5小时的会议, 逐一反馈了相关问题。 他建议苏兹峰重金投入软体开发与测试, 尤其应配置数千颗MI300X晶片来做自动化测试, 根据挥达的做法。 此外, 他还建议苏兹峰简化复杂的环境变数, 实施更好的预设设定。 另外特别强调表示, 请让产品开箱便可用。 苏兹峰则回应称, 感谢Patel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并坦承AMD软体方面的不足之处。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馈。 AMD致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开源软体, 2025年有很多计划。 祝大家嘉借愉快之外, 他还表示Patel的反馈是个礼物, 即便它很严苛。 AMD已大量投入客户和工作量优化作业, 但为支援广泛的生态系统, 尚有许多努力空间。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SING PAO TORONTO